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104年1月16號 我們看到柯文哲上任不到一個月 他現在說要向財團宣戰 為什麼要向財團宣戰呢 過去前一任郝隆斌市長 曾經以逆為傲 宣揚台北市有十大建設 現在看起來十大建設 快要變成十大弊案 十大弊案當中 包含市中心的這顆蛋 包含美和市 包含雙子星 包含台北文創四大案子 柯市長柯老闆說這四個案子 優先處理 優先查 據說四大財團老闆現在出的蛋 同一時間我們在觀察 柯文哲是要成立了一個 連政相關的委員會 過去的合約 乃至於過去的行政執行的流程 他要率先統一公開 同時過去曾經出現弊案 而且很有可能 開始附中的雙子星 也要再出來重開一個國際標 不過柯文哲也不是每一個政見 台灣社會都拍手叫 比方說他昨天講 設置的開發乾脆喊咖 每個人發現金三百萬好了 這個立刻被郭正亮吐槽說 這個完全是不做功課的 台北市議會有很多相關的民意代表 基本上是反彈的 同一時間他也曾經自曝 這個選舉的過程當中 有切家直接給對手三億 切家如果在選舉的時候 給了對手三億 那當選過後 將來要怎麼樣回饋 這一類的政治現金 跟這麼重大的開發案 通通都變成弊案 這背後有沒有關聯性 台北市的十大弊案 背後有多少不會人知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不好 郭正亮同學好 大家好 好 再來是陳靜民同學 你好 李清風同學 大家好 好 徐家欣同學 大家好 好 老師 大家好 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這個柯文哲當家 第一件事情好像不是在做市長 感覺他現在是台北市 最大委的民意代表 每天在接幣 那十大弊案當中 第一個指名點名的叫做日勝生 日勝生為了他點名 果然股票先跌一輪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的報導 日勝生股價15號開低走低 一開盤就一路溜滑梯 盤中一度跌到16.15塊錢 雖然中廠直跌回升收在16.8塊錢 但跌幅高達2.04% 原來就是因為柯市長的一番話 柯文哲向日勝生喊話更挑明最優先要處理的前朝毒瘤就是美和事案 碰上大企業 柯市長完全不手軟 態度相當強硬 日勝生面對這樣的衝擊也反嗆 柯文哲有些事了解的不夠透徹 從他昨天的談話裡面 即使我們也不知道他的了解程度有多少 但是感覺上好像會爭玩劲 所以我們會希望就是在跟市府團隊這邊 然後也希望可以跟有這個機會 他是可以跟市長再做一個方面的一個報告 柯市長槓上大企業不斷放話轟炸 嚇得企業家紛紛求見 只是見了問題能不能解決都還是未知數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光潤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柯文哲直接對嗆這個好幾個財團 其中一個點名的是日勝生 因為日勝生是開發美和事 至少美和事因此圖利廠商百億的重大弊案 過去我們整理過黃濱市長很妙啦 當時竟然還曾經出來講自己要做十大建設 我都記得大概三年前我都曾經打臉過 自己講自己的十大建設 現在看下來好像是在公然侮辱小蔣 小蔣當年的十大建設至少有建設出來 他第一個雙子星就變成鬼案子了 莫名其妙的舞鬼搬運來標案 而且那個鬼後來還消失了就流標了 所以我說打臉小蔣嘛 小蔣的建設至少有建設出來嘛 那再來喔 松山機場改建 這個只是口號嘛 那其他一大堆重大工程當中 比較有名的包含美和事包含大巨蛋 後來幾乎都演變成弊案 那當時我們追蹤整理它十大建設的時候 賀蘭發現搞不好台北市最後留下來的是十大弊案 而且都是國際級的或者是國家級的重大弊案 為什麼會這樣講 雙子星的開發案至少七八百億 七八百億都可以蓋一條捷運線 蓋一條新的舞陽高架了 然後大巨蛋這個也是幾百億 如果連同四大運連同選手村 至少已經確定了恐怕是五六百億相關的公共工程 美和事圖利特定人超過百億 所以我光是前三花加起來隨隨便便就一兩千億了 的確你看喔 郝農民過去十大建設裡面 除了雙子星之外 他對於大巨蛋美和事新升高 他絕口是不提的 那雙子星當時候還沒有破局 那後來也證實 雙子星根本就是遇到了一個精光黨集團 那我們看到新人新政 這個現在在衝撞的這個柯文哲 他以預算身為首要目標 我們都說他打擊財團 包括最早的蔡明忠 蔡明忠是在他父親的附上那個環節上面 然後去主動去找了這個柯文哲 後來兩個人見面 可是呢 柯文哲買不買帳 柯文哲不買帳 說你社會觀感不好 你自己回去再好好想想 但是呢 那個趙騰雄用嗆的 所以除了這個美和事 還有雙子星之外 對嗆的還有趙騰雄 那另外再加上一個四大運 他也去踢館 所以松山文創也包含在內 他打擊三大這個財團 那另外還有陸陸續的弊案 一一的要解密 解密之外要公告 而且他組成了一個二十幾個人 所聯合組成的聯政委員會 甚至不惜在這個 對抗這個所謂的日聖聲集團 所說好 你如果不還76億的話 那我就想盡辦法 我找正風市 把你們過去呢 是不是有那個黑幕之下的 這些所謂的黑箱通通給你揭開 過去嘉欽曾經做過一個統計 12年吞了1200億的政府開發案 你本來不過是一個資本額 只有18億的一個小公司 你何以當初第一個案子去吃連開 是上百億的工程 你怎麼做到的 那後來零零種種的又吃下 這個1200億的這個政府開發案 你現在做大了 好 柯文哲一講 我們看到股市有震盪了 那這是柯文哲他選擇的第一個案子 莊子欣他打算開國際標 那我們也看到說 如果聯政委員會找了楊思秋 楊思秋已經標舉了 他列為第一個案子的是什麼 松山文創 過去也多次參加林館寧的節目 昨天他有新的這個所謂的內幕 這個跟大家報告 你知道跟這個所謂的富邦跟台客大 他們簽的這個松山文創裡面的合約 我們都以為特許50年 沒有耶 裡面竟然有埋伏了一個伏筆耶 他可以得延長兩次各10年 那假設到時候有搞頭 他就可能玩到70年 對 就是說他第一次有優先延購的延約期 那第一次是10年 那如果10年後他再使用這一次 那他可能玩到70年 對 而且你70年 你再轉給我們這個師傅來接手的話 留下的一個是一個舊攤子 那楊世修在質疑說 那你如果打掉重建 我們又要重新來過 等你吃乾抹禁了50加10加10的話 70年還給我們 而且這中間 我們還要負責古蹟維護 已經編了4億多 而且為了松山文創 還幫他開一條路3億多 甚至之前有一個引道下來 那還要直通這個松山文創 所以這零零種種都是誰給他們特許的 那昨天我們爭執的是說 好 你有一個開發權利金 跟一個營運權利金 楊世修指引的是 營運權利金你本來說是要56億的 為什麼你郝龍門限制之前 只剩下16.5億 而且你第一年只給到多少 56萬而已 這中間差距很大 我打個唱媒體追蹤他們頂樓稍微一個長子 比較大的要租 租一個晚上76萬 那他等於當二房東 那他給台北市一整年所有的租金56萬 各位觀眾朋友你平平理嘛 台北市市中心你到哪裡去找一個這麼大的基地 一年租金56萬 我們也看到大巨蛋跟所謂的松山文創 他們是文化體育園區 兩個有一個共同性 雙方都有所謂的旅館 電影院餐廳小吃街什麼商業設施都有 而他們的所謂的租金 卻非常低 以這個大巨蛋的話 換算土地租金大概只有6700多萬元 相對來講 我們還要負擔當初買地的 大概我們用1%的利息來算 我們還要負擔1.4億的所謂貸款利息 那6700萬的租金建租出去了 我們拿回來6700萬 但是還要繳地價稅 大概完全都丟到這個海裡 那相對來講 對遠雄來講 他們是零權利金 好 我們再看這個松山文創園區 他們雖然是0.5%的這個權利金 但是他們也是建築書下產物 那接民官剛剛講的 14樓外包之後 他們還開過那個所謂的夜店趴 那這個包括你旅館幫的餐廳 你已經不符合原先的那個所謂的文創 這個文創的定義 由誰定義 由富邦自己定義 所以變成富邦百貨 富邦電影院富邦大哥大 富邦旅館全部 你只要加上一個文創 文創旅館文創電影院文創 什麼都變成文創 而這個權利是 當初合約是交給對方的 所以這些零零種種的 這個上權入國的這些條約 當初是怎麼簽的 那我們講四大運所費不支啊 那後來集結出來 文創是當初李永平副市長 他所負責的 四大運是丁廷允副市長負責的 真的假的 真的四大運原原本本就是好龍斌 執政之後 而那時候副市長丁廷允 他還去國外有沒有 去爭取四大運 那才被人家報你出國幾天 然後你根本就沒有 實際跟人家見面 你只在旅館裡面看電視而已 等等 那另外還有美和市 這是副市長林從一所負責的 那我們也看到了 陸陸續續有一些回應 富邦文創 我們講文創園區 富邦昨天發了聲明稿了 那裡面所提到的這個金額數字 跟楊思秋完全不一樣 那我們沒有辦法細談 裡面就是說 他當然是我還給你很多 可是楊思秋說 越爆 你越出陽下 那這個細節 我們四億元 今天陣容也非常堅強 好那佳清我請教你 原來搞了老半天 這幾個重大弊案 背後都是好龍斌 當市長的時候的副市長主導的 好龍斌自己 到底有沒有設案我們不知道 可是顯然這樣子一騷 因為我昨天一整理我發現很奇怪 黃斌市長的市府團隊 明明每個都學歷高 每個都腦袋應該很OK 可是為什麼每個簽合約的時候 都會簽不平等條約 而且不平等條約都會是主動圖利對方 那原來這搞了老半天 燒燒燒燒到其實是幾個副市長 負責幾個不同的案子 對 先講美和市好了 美和市是馬英九留給他的爛攤子 一開始林從一替好龍斌去開會 連開前六次都說不給不給不給 因為馬英九定下來的比例叫做37比 可是土地明明是99.24比0.76 差距這麼大 怎麼分配下來變成建商拿到7 我們拿到30% 所以林從一不肯到第7次好怪啊 突然之間在開會當中就一轉啊 畫風就說 好啦 今天就這樣子通過了 所以就種下了這個日勝身 到最後呢好龍斌要卸任前 又再見價了結果說 好歹還要還我們77億嘛 那監察院評估是說你 這個圖利110億嘛 然後長期的因子被彈劾嘛 還有那個處長被彈劾嘛 好 這個是林從一 所以從一開始好龍斌情不願啊 亦不亦不響的狀態下呢 後來發現說這裡面確實有利可圖耶 好龍斌開了這麼大一個樓子在這個地方呢 我雖然是跳進去了 那好歹我也得撈一點好處 一樣畫葫蘆 接下來遠熊 大巨蛋的狀態 其實也是馬英九丟給他的爛攤子啦 對 馬英九花了240億左右的預算 去買那個土地啊 那個土地呢 總共18.2公頃 結果呢 我們在租給遠熊的時候的地租 對不起 只用67億的地價 公告地價 來估算 來估算 1% 遠熊在光州南路中校東路 那麼大的一個基地耶 對 又是大巨蛋又是shopping mall 又是 那幾萬坪耶 18.2公頃啊 那個整個喔 不要說大巨蛋本身 單單是算這個所謂它要蓋shopping mall 蓋上半大樓 蓋這個所有的旅館等等的 這些的總面積已經超過新一計畫區了 所以那個大是讓你難以想像 可是呢 大家都知道說 地價一定有三種 一種叫市價 市價一定是最高對不對 第二種叫做公告限值嘛 然後最便宜的叫做公告地價 一趴 用公告地價一趴 明明我台北市花240億去買了這些土地 付了錢還在繳利息 我一年的利息要繳1億次喔 結果呢 結果我的租金只收6千多萬 所以你怎麼看都覺得說 這個合約根本就是一個 馬關條約不平等契約 可是居然呢 欸 好我們就跟人家簽了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 謝謝